国际佛光会亚史峰会与亚凯迪亚美医美医院 将于11月3日星期日上午8点到11点30 联合举办2019年诸事吉祥疫症活动 地点在亚凯迪亚美医院 10月29日主办方在西莱寺举行记者说明会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做健康检查 佛光山西莱寺主持惠东法师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会长吴帅伦 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亚史峰会会长郑鸿林 亚凯迪亚美医院基金会总裁Michael James 亚凯迪亚美医院副院长克莱夫·丹尼斯 黄新仪医师等出席记者说明会 亚史峰会会长郑鸿林表示 亚史峰会与亚凯迪亚美美医院联合举办 疫症活动17年看诊人数每年都在增加 去年有将近600名 据统计 历年来最热门的检验项目是 包括肝肾功能 甲状腺肾功能 胆固醇 糖尿病等24项生化检查的咽血 那么虽然我们现在多数人都是有健康保险 但是我们在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是新到美国来的 一些尚未买保险的人 或者是觉得我们这一次的疫诊 就集中了十多二十项的各种的检查在一起 而且又有医务人员和义工的引导 可以非常快速简洁的就把健康检查 各项的检查能够浓缩在一个半天的时间里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疫诊 那我们在举行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同时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社区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方便 同时我们的义工和医务人员在服务社区 一切都是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也增长他们内心 关心别人 关心社区 也就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说的一个慈悲心 这个以慈善福利社会呢 是我们佛光会的宗旨 所以佛光会员呢 是全力的参与 洛杉矶协会呢 有27个分会 当天呢 所有的分会的义工们都会投入在Arcadia 这场医疗议诊里面 担任各个不同服务的角色 我们希望当天呢 能够引导 还有注册 所有这些前来的这些民众 让他们能够很顺利的到每一个医疗站 能够与每一每医院 这些专业人员跟他们医疗系统一起来配合 会安排做一些测试 像咽血啊 做心电图 做这个乳房检查 要验光都会做得到 那我们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服务大家 这次疫症不问身份也不查收入 现18岁以上人士 所有检查都是免费 要做咽血检查的人士 必须于11月2日午夜12点后禁食 华夏电视台记者 哈仙大师采访报道